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 已经可以感受到地球暖化带来的酷暑气候 随着不断推高的气温与湿度 中暑、热衰竭等情况变得越来越常见 对运动员来说将是相当大的威胁 根据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导 一项研究分析指出 十多年以后 地球夏天可能会热到无法举办奥运会 这项研究发现 到了2050年 美国东部几乎所有的城市热音力 都远超过建议取消体育赛事的 摄氏27.83度极限 热音力是根据综合温度热指数测量 透过热度、湿度、风力 太阳角度和云量等多重因素 反映环境对人体所造成的热压力 像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放在2050年是根本无法举办 除了美国 中国包括上海、北京等东部大部分地区 以及香港、东南亚 夏天也都将热到难以举办户外运动赛事 所以研究呼吁 应该要避开高温高峰期来进行赛事 过去像是2000年雪梨奥运 2016年里约奥运 地点位除南半球 所以是刚好当地的秋冬季节 气候也较为舒适 夏届2028年洛杉矶奥运 由于有凉爽的太平洋调节 气温还算合适 2032年澳洲布里斯本奥运会 也刚好是在南半球 7月份是冬季 也会是举办奥运会的好时间 人间福报综合报道